当今世界,信息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之一,对武器数据的收集,也成为俄国军方的重要任务,而使用侦察机进行抵制侦察,作为十分实用的手段被西方国家所青睐,因而在克里米亚,其侦察机频频逼近俄军影帝, 比如在7月31日,美军一架RC-135V侦察机,就在杜菲林俄克里米亚军事基地,进行长时间的侦察任务,期间该军机对俄军多次发出的警告信号置之不理,认为后者不敢真正出手攻击自己,所以大摇大摆的在该军盘旋,试图获取更多的情报, 据悉,RC-135侦察机装备,有高精度,电子光学探测系统和雷达侦察系统,客队飞机,潜艇乃至敌方指挥所的数据进行收集,甚至于通过语音试别人的身份,职业,这样一个侦察机理性侦察,无疑会使大量俄军信息被窃取, 也因此,俄方在多次警告无破后,不得不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,直接拉出了防空导弹锁定美防侦察机,并将导弹发射车,主动暴露在其视野之中,果然美侦察机迅速开足马力,远离了这块是非之地。 众所周知,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,德克里米亚基地,的侦察极为频繁,平均每天就有一次,俄方曾多次就此,像华盛顿方面表示抗议,但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,侦察活动也从未减少或停止,显然就此次世界来看,抗议远不如导弹来的有用。 当然应该明确的一点是,魏军并不愿意现在和鹅巴生冲突,因为一旦开战,就不可能输手,所造成的后果没有人能够承担,而侦察机的抵径侦察,一方面是通过挑衅,来表明此生实力的强大,另一方面和世界机取的额军装备的数据,占一些小便宜罢了。